强声炮声隆隆 好几架战斗机盘旋 城市上空 许多建筑物及机场 都冒出浓浓黑烟 街道民宅旁有军队激烈交火 还有战车直接开进巷弄里 甚至有坦克直直撵过小客车 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15号 又爆发大行政变 民众吓坏连忙四处奔逃 苏丹政府军打算收编 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两个派别因此发生冲突 范围涵盖首都克土木等地区 枪声甚至传入电视台播报现场 主播话讲到一半突然传出枪响 画面停住接着就直接断讯 战火也波及别国游客 首都机场上空冒 爆出浓烟有名航机尾翼起火 还有另一台被烧出一个大洞 机场出进大厅旅客和空服员 满脸惊恐趴在地上避难 沙烏地阿拉伯航空随后宣布 全面停飞往返苏丹的班机 快速支援部队宣称已经占领总统府 和机场等要地 但遭到苏丹政府均否认 两大势力交战已经造成至少56名 平民丧生 居民加总约600人受伤 苏丹前总理呼吁停火并请求国际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求 立刻结束暴力冲突 接着综合报道 我们下回了